張忠謀在舊金山的最後一晚 與夫人張淑芬特別開設了答謝晚宴 晚宴上面有揮答執行長黃仁勳 前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等嘉賓神秘的現身 回一回雙手步入會場 歷經好幾天的APEC日程 領袖代表張忠謀和夫人張淑芬 最後一項任務是舉辦晚宴 答謝台灣代表團與僑胞 不過全場最關注的是 這位大咖來訪 美國眾議院榮譽議長裴洛西 驚喜現身晚宴 引發全場熱烈掌聲 而身為抗中漢將的她 不只再度抓準機會 為台灣民主讚瞎 還再度聊起去年旋風訪台的美好回憶 不過裴洛西難得現身記者私下追問 怎麼看中美代表小美琴傳出將擔任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的副手 裴洛西這樣回答 再來看看晚宴另一個神秘彩蛋 是那個穿著招牌黑色皮衣的 回答執席長黃仁勳 僅僅牽著老婆Laurie出席晚宴 全場氣氛還到最高點 雖然黃仁勳全程沒有致辭 但從入場到離開都吸引大批民眾搶拍照 say hello 這回領袖代表答謝晚宴 美國政商界大咖雲集氣氛好熱鬧 也為舊金山APEC劃下完美句點 記者理解許家勝 美國舊金山採訪報導